用樞紐分析做出來 它會有一些空白的部分 像這個空白 空白 所以我要填的 其實是它上面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你可以跑一個回圈 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上取得它上一列的資料 上一列意思是說 我如果這邊是空的 那我就抓它上面的這個資料 幫我填到裡面來不就好了 OK 所以一直往下走 走走走 比如說有兩列這樣 我如果填下來之後 那再來我再去抓上面的 填下來比較好了 所以基本上 只要五行乘四 就完全搞定了 那這個地方你可能第一個 你需要知道就是說 你的回圈從哪邊到哪裡 所以for I 等於 2 到最下面 特別重要 我們前面大部分就是抓 A 有沒有往下 可是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的 A 欄 中間有空 就是空格 所以你如果抓這個會失敗 通常是抓那個 就是一定有資料的那一欄 大部分是編號 因為編號一定會有 它等於是一個key 這個key一定會有資料 那可是因為這一題剛好是可能樞紐分析產生的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抓 A 欄如果有空 那我們就抓 B 嘛 你就可以找Ctrl 向下 那你要怎麼知道說到底Ctrl 向下會不會成功 基本就是會不會抓到最下面 就Ctrl 向下就可以了 它其實類似的方法 所以我們從 Range B 二向下追蹤到哪一列 OK 所以4回圈大概就這樣子 第二個是邏輯 邏輯我們前面寫很多嘛 比如說你可以先判斷什麼 如果A 欄裡面的I 欄 這個I 欄裡面的A欄 如果是空的等於空置串嘛 那我做什麼 才去把它的上面那一列 比如說跑這個A3的時候 它的上面一列 OK 識別注意 所以呢這個是Sales I 豆點 A 欄 它的上一列的話 其實就是把 I 減一就好了 就抓到它了 所以程式就寫完了 那基本上我們一樣在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這個模組 那模組的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取名 這邊有啦 因為這個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 給各位 那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這麼幾行而已啦 那你就把它貼上 那裡面的話呢 跟剛剛講的 應該這個我想都不陌生啦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這個地方 I 減一比較好了 意思就是抓它上面的那一列的資料 幫我抓過來 所以基本上你頂多再做一個按鈕吧 然後讓它執行跑一下 欸 全部跑完了 OK 基本上沒有很困難吧 這些東西都全部前面都講過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千萬不要把 VBA 想的很複雜 而且不要越寫越複雜 越寫越自己 連自己都看不懂 那當然你 最後你可能也沒辦法執行下去了 那當然不太可能一下子馬上 你就成為這個 VBA 的城市高手 但是你可以慢慢慢慢的漸進的 先寫一些簡單的東西 那慢慢你可能會越來越有感覺 不過也許會有東西卡住啦 那卡住 將來當然如果有卡住的地方的話 你就看身邊先找有沒有高手 你看其實我們這班其實還蠻多 同學其實還蠻不錯 我剛剛看了一下 還有的把不需要寫 VBA 地方也把它寫了 而且還寫很多 可能時間太多了吧 所以我怎麼辦 我給你一百分 給你多一點分數好了 OK 那其實也就是不斷的練啦 因為這東西其實就是 你當然如果你將來不希望土法煉綱 做一些資料的處理的話 那你可以 像我是寧可花時間在如何撰寫這個程式上面 我覺得這個投資報酬率非常的高 因為如果你將來寫出來 你的功力又增加了嘛 那將來你可能會在處理資料上面的功力 越來越提升啦 其實在職場上面的專業度 也就越來越高 那未來 不是未來 現在對於VBA這部分的 這個人才需求其實蠻大的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範例 保單號碼判斷空置並填入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後面 因為有點時間 所以我們再接著來看 請各位看一下雲端上面還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文字遊戲啦 這個文字遊戲裡面大概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這邊Email信箱 我希望怎麼樣 旁邊加一個按鈕 幫我按個按鈕 自動全部串接在一起 因為我們常常遇到就是這Email信箱 中間必須要加分號 好像你貼到那個Outbook 還是貼到哪裡需要分號 有些是加豆點 可是你有什麼方式一鍵完成 把這些全部中間什麼 串一個分號 OK 第一個問題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自己先試試看 旁邊加這個按鈕 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旁邊有個百家信 那這個百家信裡面的話 我希望做一件事 百家信1 百家信2 請你把百家信2 本來有這些對不對 那這個來源在哪裡呢 就是從百家信1裡面這些東西 我希望全部串好之後 再幫我自動丟到這個儲存格A1上面 也是一鍵完成 比如說這邊全部串在一起 文字的按下去 自動再切到百家信2 把這些串完的放在A1 全部串過來 OK 那這裡面該怎麼做 其實也是前面大概講過的類似啊 For I 等於1到19好了 For J 等於1到4 就是跑回圈嘛 那把它怎麼樣 每個每個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如果沒有 那百分不管了 沒有也許跳過 因為那頂多你串是空的 沒有東西 這第一個 如何按一下按鈕 自動串完之後呢 切過來 所以切過來是 有個續著物件 刮弧 雙引號 百家信2 點斷切過來 然後呢 把你剛剛串完的東西怎麼樣 放到它的Range A1裡面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啦 那這樣以後的話 你就自動帶出來嘛 按一下它 自動帶過來 OK 那這個延伸的練習啊 就是 因為中間有空白列 那常常我們會需要怎麼樣 刪除空白列 對不對 那你刪除空白列 如果你塗法列剛來做的話 當然其實很浪費時間 而且如果你的那個空白列非常多的話 哇 那你慢慢慢慢散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這邊有這麼多空白列 我有沒有什麼方式啊 按個按鍵 就自動全部把空白列給刪掉 按下它看看 有沒有 好 那同樣的有同學就說 老師那我工作剛好顛倒 我需求是 我希望在每一列中間 幫我插入一個空白列 那有什麼方式呢 按下它 全部又增加空白列 所以 等於我們等一下的話 有1、2 1、2是這邊 文字雷加切過來 刪除列跟增加列 再來最後的話 這邊加過來之後 這個有百家信 當然不是全部 總共有160個信 我們切到160 為什麼 因為剛好 每12藍 跟每8列 這裡面剛好 算下來剛好160個格子 那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按下向右 它可以怎麼樣 照前孫裡 買20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按這個按鈕 有沒有 照前孫 有沒有 就是把上面這東西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我把它 本來是 在一個儲存格 幫我分割成為160個格子 而且一個格子剛好一個位置 這怎麼做 那底下的話有向右 向右 向右 向下 向下 向下有向下清除 反正這範圍清掉 向下的意思是說 本來是照前孫裡 有沒有 向右 那向下是 不要 右是向下 照前孫裡 有沒有 往下 這樣排列 也就是每8列 那就跳下一列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這一題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跟文字都有關係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文字遊戲 其實主要就是 將來如果你處理資料 如何合併在一起 另外如何把它分割出去 所以可能有比如說擠欄資料 合併 然後再把它再分割出去 所以工作裡面常常遇到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幫我把 你眼睛看到的 也許你以前是用 要用一些滑鼠鍵盤做的事情 現在等於一個按鈕就可以完成 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文字遊戲 好